小芳 其实你上次来做节目呢 应该提前给我打个招呼的 那阵子你没上节目 我以为不是你主持 你跟董志真的分手了 其实节目是节目 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次节目 而决定自己的一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小芝一次次把我推开 我真的很累了 而且感情的事 始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也别替我们操心了 我们分手 也不是因为你们节目了 好 我在这儿都要去 才能说你 我感觉你实际上 还不仅我 我感觉你肯定是 小芳 有一天 公司是不是在招人啊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董志 董志 这什么人呢 就是小芳的男朋友 他也是建筑系的 曾经对小芳呢 还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模型 我跟你说过的 对对对对 有点瘦 挺内向的小芳 对 我想起来了 我想让他去你们公司面试 没问题 让他来找我吧 太好了 他们俩的幸福我就靠你了 你说什么 你这话可有点严重了 你是不是想说 如果他们家来幸福了 就全是你这个婚姻班主任的功劳 如果万一分手了 就再快坐到火头上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把这个好心事告诉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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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啊 这是 来来来 别客气啊 我刚学会做的 这咖啡还挺香的 真的 好吃吗 好吃 对了 我特别喜欢你在节目上的观点 真的很好 太胖了 不像这几天那个夏蕊 他抛些什么样的观点 快噎死我了 真受不了他 对了 我很好奇 你在生活中对爱情的态度 真的是真爱之上吗 像她这种大龄单身文艺小姿 二缺女青年 当然是真爱之上了 你别给我贴那么多标签好不好 我还很年轻 还有啊 你才二缺女 搞了半天 原来你是单身哪 她呀 就是太挑剔了 原来有完没完 当我知道振宇跟你是老朋友之后 我就有直觉 我们是有缘的 迟早都会见面 不过倒是没有想到 是通过琳达来认识你 振宇 顾振宇你们也认识啊 也算是认识吧 算家人 家人 可是姓彤 难道你是 聚政国际的 那都是我哥和我爸的事 公司的事情我从来不参与也不过问 这里才是我的全部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嗯没关系 喂 小心啊 妈跟我嘀咕说你有男朋友已经一个星期了 哎呀你说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通报一声啊你 爸跟你说啊 这俗话说 是罗子是马被牵住来溜溜 你说你不牵到家里来溜溜 我也没法帮你把关呢你说是不是 啊 鸭子 我以父亲的身份命令你啊 赶紧把他带回来给我看看 嗯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呃我得先走了有点急事 啊 这么快就要离开了 不多坐会儿啊 家里有点急事 那那幅画到货的时候你就通知我 放心 没有问题 拜拜 拜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啊 不好意思 慢点啊 还说自己不是二区 明天能见 precisa 哎 你好请问同学在吗 同学那个厨师 嗯 他已经辞职了呀 辞职了 那么知道他去哪里了 不知道 你问问我们老板吧 谢谢 朱老板 喂 梁小姐 你好 你能告诉我 童节去哪儿了吗 童节 对啊 就是那个神秘大厨 神秘大厨 他是叫童节对吧 对啊 难道他不叫童节吗 你稍等一下 我去叫他 谢谢 我去拿五个人 我去拿个小杂 你不能给他 你不认识 我去拿个小杂 你得要把我拿出来 我来拿个小杂 你不认识 报告一下 向顾总经辉报 好 接下来我替佟总主持下会议 我们下面讨论一下 超市建地的定字库的拆迁问题 在此之前呢 我传达一下佟总的指示 今年我们的重点项目 是西郊三号地的收购与开发 是什么时候回来 反正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 至于他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到 这个就不好说了 他真的辞职了 这个嘛 为什么 等他来你再问他吧 啊 他真的辞职了 这个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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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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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别不说话 到底做不做 不做 钱钱少 那六百 八百 你别不说话 到底做不做 不做 钱钱少 一千行了吧 你为什么不去顾个演员呢 我现在给你提供一个兼职的机会 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还有啊 如果你上次把车停的好一点 我也不至于摔了 要不是被我妈撞见 我也不至于能接一动 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而且我本身 Meinung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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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总之呢 这个是说到的你都得负责 任务是简单的 酬劳是丰厚的 你在考虑考虑呗 你给点反应好不好 最后再加两百 童节是吧 别光坐着 来 吃菜啊 小心 快快 来 来 来 动快 来 吃饭吧 来 童节 我拼一口你带来的酒啊 这味道真好 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让我爸妈尽可能的讨厌你 让他们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 一会儿见到我爸妈之后呢 你要尽可能的表现得非常讨厌 我爸爸呢 特别讨厌别人在吃饭喝汤的时候声音特别辣 所以一会儿你要好好地表现 你干嘛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生命来了 那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家没有家教 真是的 不好意思啊 佟姐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啊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你的职业倒是没什么问题 我爸肯定不喜欢 你如实回答就好了 我是厨师 那你 擅长什么菜系 所有菜系都嫌 只是看自己的兴趣 虽然呢我爸是大学教授 不过他也是比较实际的 他肯定会问你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 到时候呢 你一律回答没有就可以了 不过看你的样子 也肯定是没有的 一个月的收入没有多少 爸 这么隐私的问题 你就不要问了好吗 你不是一直教我 食不言请不语吗 现在这么多问题 你怎么跟爸说话的 人家童杰今天是第一次到我们家 我当然应该多了解一些 不好意思啊 哎童杰 你有车吗 有兵力 啊 兵力 那一定是价值不菲 他老板的车 嘿 那你有房子吗 没有 啊这 哎这什么情况 快 快点 来来来来来来 爸 我们出去透透气 透透气 哎 这菜还没吃呢 这孩子真是 这孩子我话不多 看着也挺稳重的 长得也不错啊 就是这条件有点 我还以为我们家 小心的眼光有多高 你怎么不按照我给你设计的剧本走啊 我只是不想骗人 拉倒吧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撒谎过吗 你说你有房房在哪儿 这是我的隐私 算了算了 你有房没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警告你啊 下半场你给我好好演 否则我就扣你心水 哎好好好好好 真语啊 居民那边 你多帮着点啊 姑父啊你就别操心了 您现在应该啊 好好地调养您的身体 公司的事就交给居民后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么多孩子里面 你呀 最令我放心了 哎 爸 我怎么听着这句话这么刺耳啊 我可是坐在这儿啊 你呀 哼 你是最令我操心的那个 什么呀 真是 我怎么闻那一股浓浓的醋味啊 顾振宇 不用在这里说风凉话 谁让你啊 去到哪儿都那么受欢迎 谁都喜欢你 真是人见人爱 哎对了 上回那个派对 那些女孩儿 有没有联系啊 有没有看上的 童子啊 你平时 有点什么爱好啊 都行 那 会下象棋吗 我爸呢 最讨厌没有文化的人 我爸问你什么 你就说不知道 我爸让你干什么呢 你说不会 一定要表现得无知一点 知道吗 我会 那好吧 咱们去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都挺热情的 但是过后呢 没一个跟我联系 哦 我看哪 是人家觉得她眼光太高了 怕高攀不上 倒是我有个小姐妹啊 真的对你挺有意思 老缠着我 说要给你们安排再见一次面 好啊 那你安排 找个时间我请她吃饭 然后再请她唱唱歌 真的假的 说到做到 这顾振宇 难道你真的像我哥说的那样 缺女人啊 哈哈哈 姑父你评评理啊 是他们整天逼着我找你帮人 现在变成我缺女人了 哈哈哈 抱抱抱 多接触也好 说不定啊 是缘分的 是不是 你看还是姑父会说话 哈哈哈 来来来喝茶喝茶啊 哎 干什么呀 这碗还没洗完呢 哎妈 我还是不放心 我想去看看 我爸跟童节呢 他会不会欺负他 哎呦 现在胳膊手就往外拐了 放心吧 你爸也不会把童节给吃了 那我爸在跟童节上到什么呀 当然是你们的事啊 童节 我们良心呢 小的时候就是我的救后 我退休那会儿啊 想办一个博物馆 苦于没有自尽 可是没想到 良心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 支持我办这个博物馆 你说现在这个社会 像他这样的女孩 那有多少都在啃老呢 可他呢 却能够这样全力的支持自己的父母去创业 了不起啊 但是呢 最近啊 这个房地产商啊真是无量 尤其是那个什么巨镇集团 他要把博物馆那一片的房子 拆了见什么超市 真是太过分了 他们给你钱 你可以买个更大的 这不是钱的事 这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哎 还不下棋呢 将军 你看 输了吧 挺好 输得好 爸 我跟他出去聊聊天 爸 你先休息会儿啊 童姐 我看你这鞋下得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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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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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美自己的男朋友英俊 夸奖自己的女朋友漂亮 这些话呢 虽然有事实有些出入 但这些呢都并非是广源 毕竟今天也理出西施嘛 那今天呢 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淡忘 伤心的过往 陪在你身旁 不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 你会看见 有道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这是西交项目的进度表 你看一下 没问题我们就执行了 你这办公室今天够干净的呀 方媒整理的 你这都喝上牛奶了 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方媒换的 这个没问题 就按这个执行吧 你仔细看了 你看了就可以了 你是老板 你不能这么草率 仔细看一下 我下午来取 我下午来取 你才能振手 你多加紧 怎么说 你应该要取权 effit的 你不会有什么 你能要取权 有什么 你身旁 你身旁 是 有什么 有什么 您你身旁 我们可以 有什么 遍 今天晚上 在三上铁人那里见面 你不会给我爽约吧 我今天有工作我去不了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是不是要给我放鸽子啊 你要让我知道你就完蛋了 好 我去 我一定去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听你的好消息 好 再见 我去没有啊 见面啊 顾总 喂 凤梅 下班之前来我办公室一趟 进来 牟总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今天早走一会儿 后天会议的内容你明天给我 我今晚 有个约会 还不错 谢谢 对了 顺便帮我把办公室收拾一下 我现了 就 Darthzung 这里的东西真的好好吃哦 喜欢 你要多吃点 不敢多吃了 吃多了人家会长肉肉的 到时候你就不会喜欢我了 没关系健康就是最美的 难道说你喜欢人家胖一点啊 那我就多吃一点 重要情报重要情报 顾振宇正在和一个美女约会 现场实况 我开车就不喝酒了 好的 好 哟 别偷拍我啊 我好紧张啊 你是干嘛的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你给我安静点 我这可是重要情报 人呐 都怪你 怪我什么 我在帮你 你 你不跟我上去坐坐吗 太晚了我就不上去了 晚吗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我我没什么夜生活的 我我晚上还得回去加班 嗯 是的不好意思 要不改天再约吧 那明天明天可以吗 对啊明天 好 明天再约 那明天再联系啊 好的 我走了哦 拜拜 你快点说呀 顾振宇到底跟谁去约会了 一个声音狠嗲的女人 我都快听不下去了 不过据我观察 顾振宇绝对是一个情场高手 你怎么知道啊 分寸 一个男人情商的高低 就体现在他和女人相处时 把握的那种分寸感 神神叨叨的都不让你在说什么 女人喜欢的那种分寸感 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说不定 他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了 不可能 顾振宇绝对不是这种人 那是你没见到那个女的 各种风骚 关键是还主动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拒绝一个 主动送上门的猎物 那他们后来去哪里了 这不是 没跟上吗 我不是让你跟着他们的吗 我这不是 遇见了谁了吗 谁啊 一个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的人 真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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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这儿了吧 彤彤 咱们是在这儿见超市 你是来视察的吧 把衣服给脱了 脱衣服干嘛呀 脱 给童总 知道了 童总 您是来微服私访的 同学啊 我这个地方好找不好找啊 今天啊 我带你看一下我这正管的三宝 让你开开眼睛 来 先让你看看这个床 这张床是明朝的 哎哟 好眼力 万历年间的 哎呀 看来你这么了解 我也就不用多废口舌了 来 看看这件秀衣 你来看 这是清朝隔队出嫁时候穿的衣服 五年前啊 我本来有机会啊 让良心穿上这件衣服出嫁的 可是到最后的关头啊 他逃婚了 所以啊 也只能挂在我这儿 当正管之宝了 来 喝茶 董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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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我们是来送拆签合同的 前两天不是过来警告过你们吗 一周之内必须人走无空 怎么着 拿爷的话当放屁了是不是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我是不会搬的 老头 你可要听好了 人家剧镇国际 那可是大公司 人家已经给了你那么多钱了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干什么 你这里不是婚俗博物馆吗 我和兄弟们来过来参观参观呐 是不是兄弟们 都好好看看啊 你们不要乱动啊 我跟你说你们要乱来 我可要报警 报警 那你报好了 这博物馆不是让人参观的吗 你要是一天不搬 我就带兄弟们天天来参观 给你这个小破博物馆 好好地添点人气 好好看看 站住 你们给我出去 拿去 住手 你谁啊 不是 哪儿除了个你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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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哎你轻点啊 轻点啊 什么呀 你是剧镇国际吗 不是不是 我我们是拆钱公司 我警告你 有什么事 找剧镇国际 别在这里 别在这里 少凌亡 别忘记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狠 你给我等着 走兄弟们 就让你回事 有什么事 一路由就 你拿死 拿给你 你不得了 是一家民间博物馆 挺难搞的 不过童宗你放心啊 马上就能完成任务 故意帮流氓 寻衅滋事 你就是这样完成任务的吗 怎么说是流氓呢 我们可是按照规矩办事的 这件事情 一定要按照合法的流程来做 你赞你一份新的合同 加下一份 但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做大事不拘小结 你不是经常说吗 手段是次要的 目标是第一位的 我所说的手段 不是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跟振宇说呢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 我会让振宇给你来善后 你自己去跟他解释吧 虚ты 这女是我儿子 我跟她解释什么 小吐崽子 没大没小 不把我放在眼里 哎亲爱的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正好在附近办事 我早点过来接你 那你可能还得等我一会儿 没事 美人就是用来等的 梁星姐 梁星姐 这就是和我一起主持的梁星姐 你别叫我去 我可没你这么大的妹妹 对了 这是我男朋友前妃 是飞腾急腾的老总 梁小姐 幸会 你好 亲爱的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拿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梁小姐 请留步 其实我和夏瑞也就是普通朋友 你们是什么关系与我无关 其实我还是单身 梁小姐 改天赏脸一块吃个饭吧 不用客气 我先去忙了 梁小姐 你知道夏瑞为什么能够主持这个节目吗 那是我暂住的 那是我暂住的 我现在来了三次 君明啊 你最近很反常啊 心乱了吧 十年了 你也该好好谈谈恋爱了吧 这么久不见女色 难道 你就没有那么一丁点的需求 干嘛这么盯着我 这不是嘛 谈恋爱又不是罪过 喜欢一个人又不是犯法 我知道你有信任危机 但是你这么骗良心 这不是办法啊 我觉得 用另一个身份和他交往 很轻松 你倒轻松 这种轻松的感觉 真的很久都没有了 即可 顺